逐水溪的黑泥 形容出漿化的逐水米 不過現在大家對於黑泥就很陌生 漿化溪州 今年首度舉辦黑泥櫃 希望藉由這種活動親近土地 亦都思考農地的真正價值 小朋友在黑泥裡游起水泥 除了眼、口、鼻露出來之外 已經分不清楚誰是誰 黑泥是逐水溪的充值平原特產 不過對於小朋友來說 只是課本上的知識 今年漿化溪州鄉公所 首度舉辦一連三日的黑泥祭 大人、小朋友全部都玩得很嗨 溪州鄉長指出 黑泥是逐水溪農民的共同記憶 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給大家重視土地的價值 主辦單位表示 今年的黑泥祭規模雖然小 不過透過親身對土地的體驗 發揮好好的教育功能 亦行銷在地農產 希望藉由這個活動 令大人、小朋友都成為珍惜土地的守護者 請問有任何稍為 請問有任何又是